从去年开始,基辅这个城市成为了国际热门,不断有人猜测,基辅会不会被人打下来,到底有没有城破的风险。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七百多年前,基辅就曾被人短时间攻破城池,而这支打下基辅的军队就是历史上全球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蒙古大军,也就是成吉思汉铁木针的后人,更要命的是基辅城可不是只被攻破了一次。 那么当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蒙古人会打到基辅?战斗力强悍的蒙古大军打下这座历史名城,又用了多少时间呢? 已经232年,掌握蒙古大军实权的铁木针四子拖累,在征战大金的途中病逝,在其之后的政权争夺战中,铁木针三子窝破台经过将近四年时间的整合,终于将蒙古政权完全握在自己手中,巩固了家族地位。 蒙古上尉者最喜欢的正名能力方式就是开疆阔土,窝库台也不例外,他一直惦记着十多年前的那段西征历史,总觉得意犹未尽,缺少点声啊,东西没完成。 以前235年窝库台决定发动二次西征,弥补之前的遗憾。 当然出征前需要定下主帅,但在人选上,窝库台有些为难。 在当时蒙古人的对手排行中,南宋毫无疑问是他们所向往的主流地区,中原地大物博物资丰富,比起在草原上的盈盈狗狗,不知道要高端多少倍。 相比较打下南宋襄阳城,西征冲击量不过是巩固政权扩大影响的锦商天花之战,虽然重要但还构不成蒙古人的执念。 窝库台心里是想将南征这个艰巨的任务留给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扩除的,当然在当时这个消息并没有流传出来。 于是在发布西征任务时,自以为是的窝库台张子贵又跳了出来,还没等自己的老父亲宣布主帅人选, 他就自以为是的阐述自己就是最合适的人选,皇后长子,嫡初或许在贵又心里,已经认定自己就是父亲的继承人了。 但是显然他的这种举动让窝破台十分为难,本来是将贵又作为主帅候选人的,可贵又这个自以为是又无脑的样子真的很令人讨厌, 当然毕竟是亲儿子也不能太不给他连面,于是在众多候选人,如拖累长子蒙哥,茶河台长孙不理,以及树池长子拔都中, 选择了最不出彩的拔都作为西征主帅,当然身为者考虑事情要更为全面,拔都之所以被选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他身份尴尬没有后台,并且在军中影响力微弱,原因是他是树池的儿子, 而树池却是铁木真和妻子贝尔铁生的第一个孩子, 按照这种出身术,赤身份应该是显贵的, 可要命的是贝尔铁怀有树池氏在人炉走后,树池的身份至今存疑, 在当时也一向遭到周围人的诟病,原因是他是贝尔铁被炉走救回后生的孩子, 很多人认为他并不具备成绩思汗的血统, 所以沃阔台认为,如果随便选一个,那不如选择拔都, 即便他带领西征军取得胜利,也不会对自家的捍卫构成威胁, 既然确定了主帅,沃阔台的目标也很明确, 弥补十多年前的遗憾,那家罗斯诸国和布里阿尔, 金保加利亚,然后将这块土地赐给叔吃一脉, 让他们建立自己的韩国,于是1236年春, 拔都带领总计15万大军,从今内蒙古和林出发一路向西, 开始了蒙古汉国历史具有浓墨仲裁一笔的西征大战, 上面讲到这次的西征之战主率定下了数次的长子, 简陋王拔都,在一众要么身份显贵, 要么能力突出的将领中拔都显得有些名不经传, 但这并不意味着拔都就没有能力, 不具备打下西征道路上诸公国的能力, 当然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出名竟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通过别人的衬托, 吴火台的长子贵友也在这次西征的队伍中, 不过是作为副帅的身份,需要听从拔都指挥, 当然贵友也并不是一个没有能力只靠先被印币的草包, 早在1235年就曾奉命征战过沃罗斯国, 在许多欧洲国家眼里,贵友的名字令人闻风丧蓝, 所以在拿下沃罗斯国大部分地区后, 贵友奉命继续向西拿下最后一个大型的重要城市基辅, 打完后还可以顺便收拾一下周围的零散政权, 1240年贵友和蒙哥带兵打到了基辅附近, 贵友并没有把基辅放在眼里, 以为和之前打过的城市没什么两样, 但蒙哥对这次战斗并不乐观, 也要比贵友谦虚得多, 基辅是沃罗斯的重要城市, 这座城市守备完善, 军事攻势较多, 大有一手难攻的架势, 很有可能是西征途中最为难啃的骨头之一, 他劝导贵友在攻打基辅时一定要谨慎, 贵友勉强同意, 蒙哥不同意贵友的直接攻打基辅的理由是, 他认为贵友和自己远到征战, 虽然基辅兵力战里远远不如蒙古大军, 但如果对方死守城池或者以意待劳, 几方很有可能失去优势, 到时候就更不好打, 不如先礼后兵, 派人去基辅城内劝降, 如果对方不投降, 再从长机翼, 蒙哥的好心显然不被基辅领情, 前去劝降的蒙古使者还没见过基辅大功, 刚一进城就被愤怒的基辅民众打死了, 消息传回来后, 老天也挡不住脾气暴躁的贵友了, 次日贵友分兵六万浩浩荡荡地杀到了基辅城下, 当时城内守军五万, 按照以往的作战经历, 这种比例完全不是以意当时的蒙古大军对手, 但贵友此时早就忘记了自己十分不服的主帅拔都的嘱托, 两人攻打基辅前其实把都已经定制了攻打计划, 他认为基辅公国成立时间早, 具有一定实力, 而且城市建设比较完善, 与其强硬攻打不如先用点甜头瓦解贵族们的意志, 也就是许诺城内的贵族们, 只要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收就可以保留自己的地位, 也不遭到蒙古大军屠城的威胁, 拔都在蒙哥和贵友临行前更是在三主妇不可莽撞, 可现在贵友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哪里还会在意拔都, 然而事与愿违,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贵友没有从基辅公国的手里讨到一点便宜, 反而损失了四千多蒙古骑兵, 蒙哥已意识到了战局已经向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于是果断向拔都送信求援, 拔都收到信后十分重视, 于是就在当晚点兵五万, 向基辅方向增援, 拔都到达基辅城时下好市贵友攻城的第36天, 这在蒙古大军的征战史上简直是绝无仅有的耻辱, 在事实面前贵友忠于低下了不可一世的头颅, 当晚他和蒙哥两人就将手中的军队全权交由拔都指挥大战一处即发, 基辅之战是贵友的滑铁卢, 也是拔都的成名之战, 我们从这一战中就可以分析出, 曾经横豪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 之所以这样强大并不全是莽出来的, 虽然是游牧民族, 但其具备的战术智慧并不逊色于孙子兵法, 1240年12月3日, 也就是拔都到达基辅城下的当天, 此时城外聚集了约十万蒙古大军听从拔都指挥, 现在蒙古和基辅公国已经是骑虎南下的局势, 缓兵之际已经无法奏效, 基辅城内军民凝成一团, 只能强硬攻打, 拔都定下计划, 对基辅城形成三面包围的趋势, 立即展开工程站, 不论手段, 只要快速拿下, 因为基辅城内多是木制建筑, 蒙古大军在投石车榜上浇了油的火把, 满天飞火, 基辅城内火光冲天, 守军再也抵挡不住蒙古大军的进攻, 在接下来三天的时间里, 双方对战几乎没有一刻停止, 在如此强悍的战斗力面前, 基辅守军再也没有抵抗之力, 只能被动挨打, 第二天时, 城内的贵族就陆陆续续转移财产逃跑了, 只剩下哈利克斯公爵和德米特罗伯爵艰难指挥战斗, 12月6日, 哈利克斯公爵战死, 德米特罗再也无法抵抗, 眼看着基辅被蒙古大军拿下, 他很清楚基辅城将要面临怎样的下场, 按照蒙古人的攻城风格, 如果早早投降可以免死, 蒙古大军内部还有个心照不宣的规定, 凡是遇到全城抵抗的, 一定会屠城处理, 拔都队抵抗到最后的德米特罗十分欣赏, 打算将其收入麾下赦免不死, 而城内军民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拔都下令杀掉城内所有人, 随后放火烧城, 随着浓烟蔓延, 这座曾经拥有十万稠密人口的城市宣告灭亡, 只剩下断笔残缘, 以此证明曾经的辉煌, 截止到1246年, 罗马教皇经过基辅城, 曾进城统计人口, 只有不足200户, 可见当年那场战事有多惨烈, 值得关注的是, 基辅城并不是蒙古大军征战的终点, 随后窝破台下令拔都继续向西征战, 一直打到了多脑河畔, 如果当初这场西征继续下去, 或许凭着蒙古大军的实力, 很可能拿下整个欧洲, 不过就在1941年窝破台定市, 贵游会老家寄生汉卫, 西征大军也就此解散, 拔都不愿意回去和贵游起争执, 更不愿继续见到贵游, 于是带领自己的部下回到富尔加河流域, 建立了金掌韩国, 该政权统治俄罗斯长达240年, 那么蒙古人的战力长处究竟在哪里, 为何战力这么逆天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并不是秘密,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 有足够的武器, 还有可以支持远途跋涉征战的马匹, 如果人在骁勇彪悍些, 战斗力就不会太弱。 蒙古大军的发展正是占据了当时最为重要的诸多因素, 马多、人勇、组织纪律强, 所以战斗力强悍就不言而喻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蒙古人在当时并不多, 为什么人口众多的南宋, 和人口相对较多, 发展时间较长的大金, 也成为了蒙古人的手下败将呢? 中国有句俗语, 不换管换捕军, 阐述的意思是平均分配的重要性, 这句话也可以引申到蒙古军队的发展的实质内涵上。 试想一下, 一百杆枪分配给一百五十人和一百杆枪给五十人使用, 那么到底谁的战斗力强? 这就本质所在蒙古大军强悍的秘密。 在寂末时期, 二百万蒙古人实际征兵人数长时间保持在十万人左右, 所以军队才有更多的分配物资和武器, 就导致了当时的蒙古人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强, 以郎姓为信奉标准的团队作战能力更强。 当然除了以上硬件条件外, 蒙古大军也不是一味强调永就能大杀四方, 他们具有相当科学的战术水平, 擅长急行军和抢掠财宝, 同时还不忘守家保护老巢, 这些都是不管什么时期都能用到的百胜军阀。 曾经强大的蒙古韩国用识三天拿下基辅, 从硝烟弥漫的历史中, 我们感受到蒙古大军的强害实力, 而他的灭亡有着一定的必然因素, 但更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就像陆甲劝谏刘邦说的那句话一样可以在马上得天下, 却不能在马上至天下, 历史终究用自己的方式掩盖了 或荣耀或灰暗的过去, 并为华夏民族做出的最好的选择。